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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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为止 我还在走这条路 我可以说是在走老九做了选择之后的路 所以我今天是一个全职的艺术工作者 是一个全职的剧场工作者 可以说我是做了选择之后的老九 是老了以后的老九的版本 对 我写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老九这句话 其实对我来讲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 我心中的老九一直存在 我觉得这个老九其实可能在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 就是它是一种选择 它是一种挣扎 因为我们活在社会上 我们除了自己之外 其实身边有很多其他的价值观 或者别人的眼光 或者别人给你的压力 这些都在左右你 是不是重于自己的想法 跟追求自己的梦想 理想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九到今天它还是活在我的心里 我每天每时每刻都还是在面临这样那样的选择 而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问自己说 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事情我才去做 还是我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其他不同的原因才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九就是 在我心里就是一个不断在面临选择 不断的在面临挣扎的这样一个符号 没错老九就是我